民眾黨的這個數學 我們在講科學 務實 理性 這個新科學 創出新的算法 大家注意我們去看民調支持度 大部分就是直接看比例 可是民眾黨現在有新的說法 看起來他們很在乎自己是不是老三 如果依照我們一般人理解 大家去看這個圖卡 應該就可以很明確的知道 民眾黨是第三名 但是他們現在的算法沒有 因為我們在立法院只有八席立委 所以要從34%的滿意度去除以八 那這個國民黨跟民進黨都有五十幾席 所以除下來他們一個立委的支持度 你們CP值超低的 對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CP值 CP值非常高 但我講真的啦 他們這樣講也沒有錯 為什麼 民眾黨就是一人政黨嘛 對不對 靠柯文哲一個人 哇 可以支撐起來 所以CP值很高 你看國民黨那麼多個縣市執政 有什麼用 那麼多大頭有什麼用 民進黨總統繼續當選 繼續連任 有什麼用 沒有用嘛 對不對 你們那麼多人才撐得出這樣的CP值 所以我們民眾黨比較厲害 所以以後我們去買東西 還是去計算 還是老闆在跟各位算你的KPI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要用新的算法 我一天上班八小時 我其實只有一個小時 認真在我的工作上面 其他七個小時我都蹲在馬桶上面 但是我這一個小時的工作產能 比其他人高嘛 所以老闆我超認真的 沒錯 所以應該要給我加薪 但是這個玩笑話歸玩笑話講一講 這就柯文哲的問題 從上一趴大家在談補選等等這些事情 大家不要忘記耶 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高雄市長補選 民眾黨急救長嘛 要找一個人來參選嘛 他們找了誰 他們在高雄找了這個吳憶正議員嘛 其實他本身的條件是很不錯 那那個時候咧 他這個 他希望說可以參選高雄市長 那好 那加入這個民眾黨參選 那個時候大家也覺得說 這個吳憶正也覺得說 其實很多人在講說支持吳憶正 但是不一定支持民眾黨等等這些 結果咧 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柯文哲 講真的跟他若即若離啊 也沒有想要太去幫他輔選了 最後來拿下四趴嘛 這個就是四趴黨的由來嘛 然後柯文哲自己被講到這件事情 還在那邊 就是有點這個吱吱烏烏的 所以說現在柯文哲的問題 你說支持度這個 如果你真的要算 我們也可以算對不對 民眾黨不是講說 你很多年輕人支持 那你怎麼才三十四趴啊 對不對 你比例算下來 要加權 要加權 國民黨可能年輕選票比較少嘛 還可以有三十六趴的支持度 你看 這個是不是我們第一名 要凹大家可以來凹嘛 那現在問題大家看的 不是這個樣子嘛 實際上是什麼 包含友台 也有做了很多相關的民調 最近柯文哲的 他本身自己的滿意度就下滑了 而且他在民眾黨內部的支持度 也下滑 甚至是年輕人的支持度 也整體都下滑 所以說柯文哲現在的危機 已經到來了嘛 那你這樣子去宣傳 欸 以八黨百耶 那你怎麼不算這個 對不對 以九黨百 對不對 因為柯文哲是這個 八加九嘛 第九席立委啊 然後你們忘記你們主席了嘛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民眾黨他只是去鞏固自己的紅文神 去安慰小草說 欸 我們不是老三 我們不是第三名 喔 這個實際上我們還是很多人支持 你們要對我們有信心 這不是就跟某一個特殊宗教一樣嗎 最近大家應該才在看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周楚楚三害 有沒有 就是喔 那個我們很棒 我們最棒 這個柯文哲最棒 所以最近網路上有個梗圖啊 就是那個人這樣弄著黃國昌 對 我現在一直找不到這個梗圖 就是反正就是像這個裡面 如果大家有看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所以說黃國昌現在的狀況也是這樣嘛 大家在講說這個PTT上面是討論說 欸 他的這個質詢的時間喔 說他七天質詢二十場 喔 然後就是到處都聽得到他的嘶吼聲 喔 那大家就覺得說 喔 這個柯文 黃國昌就是到處這樣子作秀 但這個網友就在講啊 就說欸 其實透過觀察 這個網友認為說欸 這個把時間塞一堆喔 然後好像很吊書袋的人喔 其實他對於個別議題的這個理解深度 沒有很好 意思就是說你到底是要重值還是重量嘛 那現在看起來 對於這個黃國昌來說是這個量比值重要 但實際上到底我們期望一個立法委員 他到這個立法院 然後甚至是選擇他自己專業的這個委員會 他是可以這個 多花一點時間在他自己本身的這個專業 跟委員會上面 例如說像陳永康這樣 這邊文章有指導陳永康嗎 就是說你看 陳永康那個時候跟邱國正 跟馮志寬這樣子的質詢 裡面是不分藍綠 大家都稱讚的 就是說欸 陳永康的質詢是有料 那你說好你突然要叫陳永康 去講太多政治性的東西 還是你叫陳永康可能去 未完委員會講什麼 當然短時間內 那畢竟不是他長期的專長 那他如果認真做功課之後 可能也可以做得不錯 那黃國昌給大家的印象 好像沒有說欸 特別你就硬要講好 他是這個律師出身的 可能這個司法法治委員會可以 可是欸 因為其他的他有專長嘛 所以說到底量跟值 哪一個比較重要 所以也難怪嘛 但講真的啦 黃國昌喔 他七天質詢二十場 我覺得也不算多嘛 因為羅志強不是講說什麼 他什麼三天趕十四場質詢 還跌倒 對 然後一天趕五場還跌倒 如果這樣換算下來 其實這個羅志強 也不會這個遜色於黃國昌嘛 所以說我在想這個 國民黨裡面有一個 羅志強這個民眾黨裡面 可能也有一個黃國昌